大樂透最後就是要變成這樣就對了 就是特別號再加六個號 至於日期我們暫時不要不處理 不過有同意說 施暖若今天希望日期除了年之外 還要保留他個月跟日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有時間自己慢慢再想 絕對可以把那個邏輯想出來 那個邏輯大家應該知道吧 他下載的資料他是 先年然後再月日吧 你就把它併上去 反正怎麼併啊 這個可能要想想 後來我發現 這是要滿花時間的 因為那個不是重點 所以後來我發現算了 我不要處理好了 我就先處理這些 好 那可能有特別注意就是那個資料剖析 那個資料剖析記得 剖的時候記得選你要剖的就好了 然後剖到哪邊去 OK 你不能選錯 你選錯的話 你連那個標題選 連標題也不用了 所以選的時候 記得不要把那個欄位名稱選進來 OK 這個應該可以 如果有一些細節假如 不太清楚 請你再把前面的影片再看一下 我剛剛有做那個動作 而且我有講重點 你們再試著把資料先變出來 那變出來之後呢 就把這個範圍 從B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這個範圍就叫大勒頭 反正最後我就是要這個東西就對了 然後也就是定義一個名稱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只要下載完的資料 並且定義一個名稱之後 那後面就簡單了 有沒有就Count if 它裡面 到底有多少個是1號的 Count if就可以了 有沒有 OK 好 那我們剛剛也Count if 所以我拿這個來改 然後把機率就是不分年了 因為是全部的 算完之後排名 可是後來發現 我把它輸出的時候發現 我要7個名次啊 奇怪 為什麼只有6個名次呢 後來發現貴貴的 原來 它 我把排名怎麼樣 重新再做個排序 A到Z 發現呢 1234566 有沒有 原來是這個原因 那如果1234566的話呢 那就會造成什麼原因呢 我把這個Ctrl Z一下 復原 那會造成 6這個位置呢 有沒有 等於是第7列的那個位置 會重複被放兩個資料 那兩個資料它不會說 它是跟變數一樣 蓋掉而已 所以其實儲存格 它其實跟那個變數的概念也差不多啦 反正就是舊的資料 會被新的蓋過去 那舊的資料跑哪裡去啊 就從地球上就完全消失了 OK 那個叫變數啦 反正你們就大概理解 大概就這樣 把它蓋過去就不會出息 它不會保留舊的對不對 OK 那不對啊 那變成說呢 第六名有兩個 應該是1號 跟11號 那也就是1號會先放到這裡 然後11號再蓋過去 所以1號就不見了 那應該理論上應該怎麼做 欸 應該是哦 如果1號放進來了 那11號如果要放的時候呢 他要去Check一下 這個儲存格裡面有沒有資料 如果有資料呢 你就往下放下面這個就好 有沒有 這個是不是一個邏輯啊 對 比如說 因為他同號他就下面一定是會空一個啦 有沒有 他會1234566 但是他不會有第七名 他就變第八名了 OK 所以變成說他會有兩個空的地方 OK 好 好 那所以哦 假如說我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怎麼做比較簡單 當然啦 我剛好是遇到 我們剛好遇到 之前 如果沒有遇到的話 那當然就不是問題 可是如果剛好遇到 如果你要解決問題 因為其實說真的啦 我們學這個東西 基本上一定要活學活用 你不能說我都用背的 背的以後如果狀況不一樣 那你怎麼辦 嗯 如果你沒有剛好背到 有的那個狀況 那你就寫不出來 所以盡可能的哦 如果遇到狀況 你就是 實際上解決問題 最簡單 當然我們實際上 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會推理 好 第一個我知道說 哦 第六名有兩個沒有第七名 所以我們應該把下一個方向 第七名的位置 所以哦 後來想一個方法 怎麼方法最簡單 這個地方哦 如果我要避免這個問題發生的話 那我想到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誒 可能要多做一件事情 當我把資料寫到那個儲存格之前 我要先檢查一下 檢查什麼 檢查它裡面有沒有 已經放資料了 有沒有 所以哦 也就是說 如果當這個什麼 11要放進去之前 他已經有1對不對 他如果要放之前 他看到 你已經放1了 好 那我知道已經有放1 那我就往下放 應該放在下一個 這樣就沒事了 有沒有 可是呢 我要怎麼樣 剛剛好 可以有這個功能出現 OK 其實當然 你可以想想 如果有其他方法 那當然可以再用別的方法 反正可以符合 我要這個邏輯 那就可以做出我要的效果 就是反正 就是同名次 不要被蓋掉 的這個需求 所以呢 我就想一個方法 有沒有 這個地方哦 當然我這個前七名 我是把它拿前面的層次來改 改叫大樂透的前七名 本來叫前七名 然後上面 我把這個嘛 直接拿來複製貼過來 兩段嘛 然後直接改成叫大樂透的前七名 那其中的話呢 你會發現 反正就是把位置稍微改一下 可是如果像這樣執行 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它會被蓋掉 11 1會被11蓋掉 所以如果要避免掉這個問題的話 我剛剛講過 有個方法 就是當你要放資料的時候 把這個 有沒有 比如說11號要放進來之前 你要在上面做個檢查 什麼檢查 如果 一幅 一幅什麼呢 一幅這個儲存 哪個儲存格呢 這個儲存格 我要放進去這個儲存格 假如是空的話 我再放 那假如是空的就等於空的 然後 我再去放資料進去 那就不會有錯 所以喔 如果是空的 那我就放進去 沒有問題 可是反之 所以底下有個else else 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我應該怎麼避開呢 我就把它寫到 有沒有 如果它裡面 當然啦 如果它是空的 那我就把它寫過來 可是它如果不是空的話 那我就把它寫到 K的下一列 那K的下一列怎麼寫 聽完簡單的 就這樣 就是把K怎麼樣 等一下 OK 我忘記一件 我剛剛忘了遠端的同學 我把它開一下 OK 好 我剛剛有聽到那個 麥克風可能開太小聲了 好 那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如果要 假設那個 要避開 就是 第六名 同樣寫到同一個位置的話 那我剛剛 主要就是 多寫了一個邏輯判斷 我把它back一下 感受一下 就是 如果 所以在這個上方 本來程式長這樣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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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檢查一下 有沒有放資料 如果已經放的話 那我就 如果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照原來的 所以如果 這個儲存格裡面 假如是空的 等於空的 那我就照舊 所以後面空一個 等 照舊的話 就照原來一樣 下面這一行 那 反之的話 就 反之 如果它已經被放資料 習慣上 會再打一個 and if OK 那我就放在 它的下一列 所以它的下一列 怎麼寫 其實很簡單 這個同一行 複製下來 把k怎麼樣 加1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 它就放到下一列 那當然我們可以驗證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要驗證的話 我習慣這邊設個中斷點 然後讓它跑好看 我先把舊資料清掉 這個範圍清掉 然後跑一下 那因為這邊有中斷點 所以會停一下 這邊 執行一下 那 是空的再放 所以這裡面是不是空的 是空的 所以它裡面 就把1 所以第一個先抓到排名6 所以1號放過來 OK 那因為它 這個已經放了 所以再下一個 下一個2號 它裡面是空的 再來一樣 接下來有沒有發現 到11 11的地方 它因為 這裡面已經有放東西了 所以這個等於Force 等於 剛剛跑過了 因為呢 這個儲存格裡面已經放了東西 所以它會跑這個 加了1之後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11 就被放到下一列的位置下去了 所以這地方的話 把它全部跑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那你會發現 本來呢 原來 這個地方 11會把1 蓋掉 所以我加了一個邏輯判斷之後 它就會把它加了1 放到底下去 以避免什麼 你要放資料的位置 已經放了資料 而產生了錯誤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剛剛程式 主要是加這個 加這個邏輯判斷 原來是這一行 然後加一個邏輯 如果它裡面 是空的 我造就 不是空的 我加1 OK 大概這樣的邏輯敘述 但是這個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說它同名 有兩個以上的話 那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你可能要再check 如果它又放 有沒有 如果還有一個 那你要再檢查 所以你要再檢查一下 如果你放的位置 那等一下想一下 那更簡單的方法 這個可能 因為目前看起來 這個程式是符合目前的狀況 但未來如果還有同樣排名 有兩個以上 那你可能要再改稍微複雜一點點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如果有相同排名的部分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老師這時候應該用JR 是不是用JR 那剛剛主要是解決什麼 解決那個 如果有同樣排名 要避開的這個問題 該怎麼做 試一下 好 那個大樂透部分 大概就補充一下 因為主要 剛好講到樂透財 所以我就想到說 如果今天呢 假設要爬取歷史資料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當然除了大樂透之外 如果各位要練習的話 其實那個 樂透雲上面 其實還有更多的 像什麼 六合彩 威力彩 一堆彩 你們也可以再延伸去 去算一下 因為我發現 網路上很多人 都想要算這個 機率的問題 很多人每天都在算名牌 這樣如果可以 算重的話 那真的可以 等於這輩子不用奮鬥了 好 試一下 試一下